把投资部的人都给我叫我来 好 姜总 算出了没有 咱们和志林的股价还差多少 姜总 现在他们兄弟俩联手 他们的股票数跟我们的股票数相比 相差了5% 要追上那5% 我们先花多少钱 现在志林的股票在股市上是天价 如果要追上这5% 我们这边要估计花上好几十亿 买 全部买进 姜总 不能买了 现在志林的股价太高了 而且都是志林和咱们操盘吹出来的泡沫 危机四伏啊 那有那么多废话 我说过了 全部买进 资金有问题 这几天买得太多了 我们的流动资金用得差不多 把公司资产全部要进去 买 还真是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及时劝住我 我还不 谢谢你啊 哥 这次是你把志林从生死院上拉过来 你还别得意啊 我救志林绝不是因为你林起政 是因为志林是我们整个林家的 对了 就这次啊 为了帮你 我这 这 光违约经济得赔一大笔 你得还我 你也没什么钱呢 是吧 这样得了 你 你把你的股权让给我吧 真的 哥 你可不傻呀 这一关算过了 但是江心海不是一个容易善罢甘休的人 你跟起政做事还是要小心一点 那志林啊 有你有起政 当然了 还得有我 咱们三个在一起 谁也打不过我们志林 不 志林是你们兄弟俩的 快看 快看 又开始了 不得了啊 这么告诉家伙孩子 这泡河要是一破 还不死一大片人呢 就是嘛 看来这暴风雨就要来了 江总 怎么样 按照您的吩咐 还在买进 志林那边没动静 但是 但是什么 我们刚才算了一下 把我们公司所有的资产拿出去抵押 用来购买志林的股票 按照现在的市值 也不可能超过林启正兄弟的持股数量 志林的控股权 没息了 骚 把志林的股票全部抠出去 把志林的股价狠砸起 砸得它成为垃圾 砸得它轻盘破产 江总 我们现在抛自己的损失 也不可估量 哪能多废话 抛 抛 老大 我好了 智琳的股票跌停了 怎么回事 今天一开盘就有人开始 抛售咱们智琳的股票 量大的吓人 围过几个小时 咱们智琳的股票就停了 这么大的量 只可能是江金海 江金海 不是 他不困股啊 他要跟我们同会预见 他知道我们没有钱 接得住他报酬的股票 而且这么大的量 这么高的价格 也没有人能够接得住 最后智琳的股票 就像他方一样 瞬间落定 他这么做 他自己也得赔一大笔 他图什么呀 他要让智琳 智琳轻盘破绽 我同会预计 我同会预计 林济正 挺好啊 没错 我就是要跟你同会预计 我就是要跟你同会预计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唯一的目标 就是让智琳集团 在地球上彻底消失 哎呦 这股票这么跌去 明天咱们可怎么办呢 记者呀 哎 奶奶 你们兄弟俩 又有麻烦了 哎呀 我们能有什么麻烦啊 没麻烦啊 您放心 哎呦 别瞒着我了 这两天股票跌得这么厉害 连电视上都广播了 还瞒得住啊 奶奶 您放心 就算是智琳没了 我们兄弟俩去火炭 扛大包 也得让您把晚年过幸福了 哎 也许 林家这次大难 也不是坏事 这么多年了 我就看着你们兄弟俩 为了智琳那点股份地位 为了你爸爸那点遗产 整天的斗啊斗啊 就没过过一天太平的日子 现在好了 你们兄弟俩都绑在一块了 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 奶奶就是明天喝西北风啊 也高兴啊 奶奶 你喝不着西北风 哈哈 我们毕竟是亲兄弟 你放心吧 我们哥俩会好好的 你们两个都是能干的孩子 只要你们团结在一起 互相帮秤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奶奶相信你们 行 你相信我们就好 奶奶 我先扶你修一下 来 泽宇 你还好吗 没事 我真的没事 说不担心是假的 这两天我一直在观察股市 智琳连续好几天跌停 你扶着这门子 扶着这门子 你别管了 这段时间 你已经帮了够多的忙了 剩下的交给我吧 我自己一个人能信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你说 顾白没有我们的照顾 自己在外面生活了那么久 我们只有遇到这件事又算什么呢 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奇迹 奇迹 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 你看 我妈被冤枉离家出走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在找她 从来没找到过 没想到被你找到了 而且 还和我爸团聚了 这不就是奇迹吗 再有 我的心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还能活下来 这也是奇迹 还有那五十九个民工的案子 你居然自己认输了 全世界第一次有人说你 林启正是一个好人 你说这算不算是一个奇迹啊 是 长这么大 真的第一次有人说我是个好人 而且 我也第一次 真正地喜欢上一个人 作语你觉不觉得 发生这所有的奇迹都和你有关 所以 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奇迹 可是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出现 你的生活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出现 你现在应该跟江兴瑶结婚了 也不会出那么多事 距离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林大少爷以后可要过苦日子了 那样的日子又不是没过过 对吧 你忘了 那时候 我被我爸赶出家门 我们俩一块生活的日子了 好狼狈 好狼狈 没有啊 我觉得特别幸福 作语 也有可能明天 芷琳会破产 会被清盘 我不怕 因为 芷琳这个名号永远属于林家 我会把它延续下去 哪怕 哪怕 哪怕我将来经营的 是芷琳杂货铺也好 或者芷琳小餐馆也好 我都可以 真的 我知道 你这个混世大魔王 什么都打不到你 这离现在的资金缺口有多大 很大 江总 今天的报表 明天怎么办 还要问吗 急跑 继续跑 今天是第五个跌停日了 明天如果再跌停 市场就会对芷琳完全失去信心 到时候我们想拉都拉不回来了 拉回来干什么 我就是要把芷琳的股票砸到底了 让它清盘 这是同归于尽的打法呀 就算把芷琳砸垮了 咱们僵尸也得缩水三分之二 值得吗 只要能达到目的 什么代表都值得 继续跑 好吧 来啦 邹宇 小脸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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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怀孕了 九个月了 佐辉 佐辉 来看看谁来了 呦 呦 呦 这谁呀 西克呀你 又来打扰你们俩了 不打扰不打扰 有空还希望你常来 这个知道是男孩女孩了吗 知道了 我妈认识一个妇产科的大夫 偷偷告诉我俩的 是男孩 真的啊 谢谢谢谢 来 请坐 不了 我一会就走了 你是不是有事找佐辉聊啊 那这样我出去买菜 你们俩聊 别别别 他这个身体 那个 你这出去我也不放心 我 跟他出去谈吧 也行 我们一会就回来啊 好好好 小心点啊 真好 我真没想到你马上就要做爸爸了 真替你高兴啊 你以为当爸爸那么容易啊 我告诉你啊 自从他怀孕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轻松过 比高考还有几条呢 我觉得你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吧 真的 但愿吧 说了 大老远跑过来 什么事儿 我记得 你从江城回来之后 就在一家凤头公司工作 现在怎么样 你们没变吧 没有没有 还在哪儿 这家公司的实力挺强的 老板呢 对我也挺好 刚给我提了副总 是吗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大律师下海经商了呀 没问题 只要靠谱 我全力支持你 说了 不是我 是志琳 志琳 这么大的一公司 这么好的企业 我能帮上什么啊 你还记得江心海吗 他现在在股市 疯狂抛售志琳的股票 想让志琳清潭 如果志琳这个时候 没有足够的资金 可以接住这些股票 那志琳就完了 左辉我在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 我怎么跟你开口 管你喊成什么样 你还要帮他 我知道 我知道我这样做很自私 我也知道我欠你很多 你根本没有义务 来帮我 左辉 但是我真的 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是我现在唯一 可以开口去求的人 左辉 小语 你知不知道 你是一个很出色的女人 你曾经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梦想 未来 可是你现在 这些曾经拥有的东西 全都没了 丢了 我求你了 你走自己的路行吗 别再替他操心了 我现在做不到 你还爱他 还想跟他在一起 你觉得 现在你们两个还可能吗 晓妤 从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你 任何要求 但是现在你让我帮一个 害了你 害了你全家 也破碎了我梦想的一个男人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我理解 我全都理解 对不起 总会 哥 姐 你来干什么 这两天 芝林怎么样 芝林的股票 已经连续跌停 一个星期了 再有两三天 就要跌破发行价 从此以后 芝林这个名字 就会在地球上消失 那咱们自己呢 破地一万 自损八千 哥 咱们这么做值得吗 怎么 心疼芝林了 我是心疼你 你 用不着 我说过了 在这个世界上 谁敢欺负我妹妹 我就送她下地狱 哪怕是我跟她一起下地狱 明白吗 好了 我去开会了 这事你就不用管了 我去开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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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去开会了 我去开会儿 还在讨论 你送我 就去到你的 你送我 喂 我去到 走 许长 许长 我找朋友凑了三千万 再加上我自己那一千万 你先用着 不够我再想办法 哥 你那钱啊 真是背水车型 就他这种做法 要不然五分钟前没了 你留着吧 跟嫂子谈得实实过个日子 这公司都没了 我还过什么日子 不是 就这种地方 用不了两天就得破发了 咱们就得清盘了 我知道 你光知道有什么用 她得想办法呀 老大 有人找你 谢谢 左辉 您怎么来了 我们投资公司 打算托你们智林集团 给你们准备了 十个亿的资金 赶紧看看合同 觉得合适就签了 为什么呀 我们已经核算过了 有了这十个亿 你们足以脱口降降 我们很看好 你们智林集团 觉得你们能够 夜盘重生 再次崛起 周宇 周宇找你了吧 赶紧看看合同吧 左辉 谢谢你 谢谢你改变主意 肯帮志林这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个亿 有这十个亿 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这儿跟你谈判 主动权在你 你可以做一个选择 谈什么谈 我没说过要跟你谈判 没关系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 第一 你继续抛售志林的股票 我用这些钱来买 有十个亿供我周转供我亏 可当我把这十个亿亏完的时候 你手里仅剩那三分之一的钱 也没有了 这就意味着志林和江氏会同归于尽 明天 这两家企业将会成为历史 第二 咱们就此把手 我把你手里志林的股票买过来 从此 阳关路独木桥我们各走一遍 我觉得 稍微理智的人都会选择第二条路 哥 阿K你也在 欣盈 你来得正好 替我 劝劝你哥 你干什么来的 哥 为了我 为了出这口气 我们两家已经两败俱伤了 要不就算了吧 好不好 哥 江总 是就此把手还是同归于尽 你要做一个选择 我特别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 我知道我错的太多 从一开始我就错了 我错在 明明和新妖没有爱情 还依然答应和她订婚 就因为僵尸和志林要合作 我错在订了婚之后 没有履行作为为婚夫的责任 还在外面画天酒地 我错在碰到邹宇之后 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爱上别的女人 还没有决绝地给新妖一个交代 我更错在竟然答应和她结婚 让她流产 让她失去了对于爱情 对于婚姻 对于婚姻 对于跟母亲 所有这些美好的幻想 我真的错了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意 能往回对我妹妹的伤害吗 江总我知道 我所做的一切 对你们的伤害没法衡量 但是哥 你想过没有 如果我们就这么斗下去 志林和江氏会同归于尽 咱们两个人会分文没有 那以后新妖怎么办 她来依靠谁 你想过吗 我已经毁了新妖的过去 你别再因为恨我 再毁了她的未来 哥 我们算了吧好不好 算了好不好 不好 这要我说就没必要 咱们的钱足够打垮僵士了 还跟她谈什么呀 直接把她杀个骗奖不留 不就完了吗 怎么样了 还有一分钟开始 我已经原谅阿肯了 我们不要再斗下去了 我已经原谅阿肯了 哥 我求你了好不好 哥 哥 行 你行 绝法 每 disgrace 都不是 的 看 你 谢谢你 从 Mein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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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在这儿感谢大家 因为有你们 智琳才能顺利地渡过难关 我也相信 只要有你们在 智琳一定会越来越好 好 好 结束了 好 我呢也算功德圆满 该回家了 我送送你 不用了 你赶紧上去吧 好好清楚清楚 小莲快生了吧 快了 你 你以后有什么打发呀 我不知道 我还有未来吗 这几天忙成这个样子 我哪有时间 要送你去考虑我的未来呀 少来吧你 瞧你们俩刚才相互对视那眼神 我酸死人了 干脆你们找一个 没人知道的地儿 重新开始得了 你说点正经的走会 我说的是 最正经不过的 你觉得这话 从我嘴里说出来 容易吗 既然你们两个人相爱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 更难得的事情了 你得珍惜 我相信你们俩的爱 能够克服一切 祝福你啊 从来都没有好好抱过我呢 喂 谁啊 姐 是我 怎么了 你终于想通了 谢谢你 齐聪 小月 姐 哥 哥 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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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在湖边 想了很久很久 我真的很恨我自己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灾心 给你 给林启正 还有我身边所有的人 都带来了灾难 我只有彻底地消失 你们才能够活得亲近 傻瓜 后来 你是真的跳下去了 可是我一跳下去 我就后悔了 姐 你不知道 当时的水多冷 然后我就感觉天 一点一点地变黑了 我就一点一点地 离你们远去了 我真的很害怕 不过我又找不到办法回来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 不过我挺幸运的 在岸边有一个好心人 他救了我 不过我又没有领回家 所以我求他帮我离开历城 他是一个山区的老师 他就把我安排在一个贫困山区里边之下 那里的小孩都对我特别地好 我就天天看着他们所受的苦 看着他们的环境 感受着他们的苦难 我就觉得 我这点算什么呀 我太矫情了吧 是吧 叶叶终于长大了 叶终于长大了 后来孙小学和县小学合并了 我就来到了海南 没过多久就被林启聪给找着了 姐 你跟启正哥结婚了吗 我什么时候能当小姨呀 你们没有在一起 为什么呀 我再也不捣乱了 我发誓 你们就在一起吧 我再也不捣乱了 我跟林启正 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对不起 不怪你 不怪你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命 真的不怪你 姐 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 什么呀 我的腿好了 真的 你那么惊讶 真没想到我不在的时候 发生这么多事了 世事无常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静音好置疑 现在我生命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置疑子 那爱情呢 死了 你在骗自己 你的心活着 爱就死不了 张圈 张圈 你真会折磨人我跟你说 走继续 不行了我真的推不动了 怎么回事嘛 不是还有三圈嘛 快点 没劲了推不动了 那行 那我自己走 走继续你个骗子 明明能走 你让我推到你一个多机器 她已经恢复了 我帮她不行 我坐这儿你推我 行你坐 你又扎我 我现在进来 现在就是走继续了 急齐了是吧 急齐了是吧 我跟你说今天话我扎你了 我扎你了 她们真幸福啊 是啊 我真羡慕她们 要是咱们俩 能像她们那样 齐兆 我知道了 我们在我们俩之间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 你们再也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你还记得当初 我们把她来听 买到这儿的时候 你都说了些什么 她见证着我们的爱情 今天 我们把它埋在这里 数倍 就像我们把爱情 生埋在心里 始至永恒 永恒 对 你说 有人捡到这个瓶子 会不会知道我们的故事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他太悲伤了 不管多么悲伤也不错 只要有爱 就是个好的事 我想我们的故事 看来 我们的故事